想到这里 他看了袁天野一眼 小兮兮地把腰上所垂的玉佩解了下来 递给林小竹 你是你家公子的属下 讲呀罚呀什么的 自然得受你家公子定下的规矩来束缚 不过本公子不在此列 那盘鱼味道甚好 难为你小小年纪 看一遍就能做得出来 本公子便赏你一块玉佩 拿着吧 林小竹鞠了一躬 却不接那块玉佩 道 小竹做错事在先 就算把鱼做得再好 也弥补不了之前所犯的过错 公子没有责罚 是公子本性宽厚 小竹岂敢鞠躬 要唐公子的奖赏 如果这位唐公子赏些金银铜钱之类的 没准他就笑纳了 要熟身的人清高不起呀 可是这位小爷赏得贴身的玉佩 还当着他主子的面 这调戏的意味就比较浓了 当然 他调戏的倒不一定是他 而是他那脸色忽然黑下来的表哥 哦 唐宁远显然没有想到 林小竹会拒绝他的赏赐 不由地微微震了一下 他好歹是偏偏加公子一枚 外貌并不比他那表哥差 穿着打扮更是比他那朴素的表哥更胜了一筹 虽然年纪尚小 却也有不少女人头怀送抱 现在送一块玉佩 竟然送不出去 被断然拒绝了 没面子呀 真是没面子 看到林小竹毫不犹豫地拒绝 袁天野的心情莫名地大好 瞪了唐宁远一眼 低声喝道 宁远 别胡闹 我觉得这丫头做得菜好 就赏她了 怎么就胡闹了 唐宁远嘟囔着 还是把玉佩收了起来 目光却在林小竹和袁天野两人间 滴溜溜地转着 袁天野懒得理他 对林小竹道 行了 你们退下吧 林小竹跟周玉春等人施了一礼 退了出去 马教习和于教习 有一肚子的问题要问他 自然也跟着出来 一出了院子 马教习就瞅着于教习 道 老于 刚才在公子面前 给你留了面子 现在 我可要实话实说呀 林小竹做的这道菜 可是比你强 这话一出 林小竹心里一紧 担心地抬起眼来 看着于教习 虽然他知道这是被发现 袁天野和于教习因为吸财 不会对他怎么样 所以刚才他才那么镇定 但从本意来说 他是不愿意让他们发现他这种财的 毕竟他是做了弊 再说 木秀于林 封闭催直 太过出挑 并不是什么好事 所以他当时 只想着尽可能地 把味道做得跟于教习一样 好能将这事给掩盖过去 于教习几十年的功夫 不是他能比拟的 尤其在火候上的控制 所以为了使差别不那么大 他在上浆的过程中 便用了一些前世所学到的 比于教习更完善的方法 比如降鱼片的时候 没有将所有的材料一起放入 而是分布进行 按照盐 料酒 胆轻 厚的是淀粉这样的顺序来加 每次加的量不能多 用手抓捏到完全被鱼片吸收 再放下一次料 而且用的淀粉 一定是红薯的淀粉 因为红薯淀粉吸水性好 沾浮性强 不容易脱僵 但轻的量也不能多 否则炒的时候 鱼片的表面会感觉不干净 降好的鱼片入锅前 还要放一勺食用油拌匀 这样入锅后 鱼片不容易粘锅 鱼片之间也不会粘连在一起 当然 为了做出来的效果 跟鱼教习一样 它并没有去找红薯淀粉 用的是一种木薯淀粉 放的盐和料酒 分量都一样 只是鱼教习是把所有的材料 一次加入 它是分布加入 再多加了一小勺的食用油 火候的控制上 尽量做到跟鱼教习一样 这种方法的不同 导致了它虽然在火候的控制上 虽然不如鱼教习 但做出来的鱼片 更入味 更嫩滑一些 不过当时它尝了尝 感觉区别并不大 可没有想到 就只是这么细微的差别 都被人尝了出来 不光是圆天野 还有马教习和鱼教习 这些人的舌头 还真是不一般 鱼教习做了一辈子的菜 而且听马教习话的意思 他的拿手好菜便是做鱼 几十年的功夫 却输在了他这个 只看了一遍的小学徒的手里 他很担心 鱼教习会对他心生芥蒂 不过有句俗话叫 教会徒弟 饿死师父 他会不会担心 他做的菜 得到了公子的喜爱 以后在公子的面前 便没了他的位置 难得鱼教习是真心地对他好 愿意倾其所有 教导他 如果这事惹得鱼教习不高兴了 对他来说是一大损失 不过让林小卒高兴的是 鱼教习并没有半点不悦 脸上笑眯眯的 样子还挺得意 看看 我叫你当初不愿意收林小卒 进厨一班 现在知道错了吧 这么聪明的一塌糊涂的徒弟 教导他就如顺坡下驴 不但不费一丝的劲儿 还如六月酷暑喝血水 那叫一个爽 你没有看到 教他的时候 这孩子全神贯注的劲儿 只让你恨不得 把脑子里所有懂得的东西 都一股脑地教给他 身心那个舒畅呀 所以啊 你不用在我们面前挑拨离界 林小卒做的菜比我强 我只会更高兴 老头子我也五十多岁了 没几年好活的了 能教导这样一个徒弟 没有白在这世上走一走 花脑筋研究一辈子的除火 这辈子 迟了 谁说我不愿意收林小卒 金厨一班了 当着林小卒的面被掀了老底 马教席顿时黑了脸 眼睛瞪得老大 全然不见了平时那严厉的模样 我只是担忧他力气不够 鞭勺不行 影响上造 这是实情 才是真心实意为他好 像你这样粉饰太平 只会误导他 我粉饰太平 马老头 不是我说你 你怎么到这个时候了 还像一只煮熟的鸭子 这么嘴硬 你看看林小卒 只看了一遍 就能做出味道 比我还好的菜来 这样聪明绝顶 就算是颠不起勺 又有什么关系 做出的菜 照样比你做得好 李教席一点面子 都不给自己留 让林小卒 对自己印象不好 马教席心里很是郁闷 但他前妻的表现 确实说不上好 心虚地看了林小卒一眼 这才闷闷地解释道 这样的好苗子 如果在颠勺上 再好一些 岂不是能做出 这世上最顶级的味道来 两位教席为了他 跟个孩子似的争吵 林小卒一直笑咪咪地 在旁边听着 并不插话 直到这时 看马教席那一脸的郁闷 这才出言抚慰道 马教席 我知道林氏对我期望高 所以才会对我严厉 您放心 我会在颠勺上 努力练习的 再过一段时间 或许颠勺就会好了 我会在颠勺上 我会在颠勺上 我会在颠勺上